在动物界乌龟是比较长寿的,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条从明朝回到现在的鲨鱼,变成为最长寿的鲨鱼,现状如何了? 鲨鱼是一种海洋肉食动物,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大白鲨,曾经就有不少人类被大白鲨吃掉的例子,是非常凶猛的动物。 不过它们的平均寿命也只不过是有70年而已,并不算是长寿。 但是有一种鲨鱼叫做格林兰睡鲨,它们的平均寿命就不可思议了。 目前发现的最长寿的一条格林兰睡鲨的寿命已经达到了400岁,它的寿命简直刷新了所有解决动物的年纪记录。 而人类是怎么知道这条格林兰睡鲨的寿命的呢? 其实专家是通过探桶位塑年代测定来测定的,所以从明朝开始这条格林兰鲨鱼就已经出生了,一直到现在。 因为这些物种的特性以及生长环境没有天敌,而得以有这么长的寿命,并且它们的肉有毒不宜食用,所以一直没有被人类捕杀。 有曾经条格林兰睡鲨,因缘还在海洋中,不过是否已经死去,存不得而知了。 大家怎么看呢?欢迎在评论最后。